美国的债券在过去12个月内放出大约4.5万亿美元的债券 4.5万亿,当然有人买了,所以大家看看是什么人买了 首先从这幅图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国债一直以来在直线上升 但美国现在的大总统将直线的斜度改变了,突然向上直飙 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增加了4.5万亿美元的国债 所以这个这么大数目的国债,哪些人买了呢?我们看看 现在我们知道在国外来说,全世界国外来说,有两个大国家 买了很多,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加上其他国家 而在这个组合之中,在国外拿着美国债券的数量 现在大家看到的黑色线是正在上升的 但是这个上升的速度不够,它放出来的速度大 而很多放出来的速度,其实是被美国国内的机构买了去的 所以在国外所持的比率,那条红色线就反而下跌了 那就是由2013年,2013年的大约,国外拿着美国债券的大约是34% 现在跌到大约是26.6%,就是国外持有美国债券的比率下跌了 但是在那段时间,它国外所持过美国债券的量 就由大约是5万亿去增加到现在的大约是7万亿 所以我们看看,有些傻子买了这些美国政府的债券 现在我们先看看,就是两个最大的债券国 一个就是日本,一个就是中国的过去那一段时间的持有美国国债的两个变化图 那现在大家在上看到,红色那一条就是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图 那我们看到中国持有国债是一条直线向下降的 就是说中国现在是减持着美国的国债 而相对来说,日本就是将它增加的 大家看到日本这个有上有落,他们就有一些炒卖活动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有一个长久的向下的趋势 那这条趋势线是由2015年的12月到现在的 当然在中间,经过了2016年12月左右那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有大批的钱逃出中国 使得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量 曾经下跌到大约是1万亿左右 然后回升回 现在也去到大约1万亿多 这个就是在美国国外量最大的持有者 接下来看看,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 其他的国外持有者包括什么呢 包括英国持有大约是4400多亿 埃伊兰是3300亿 盧森堡是2600多亿 香港也持有美国债券大约是2600多亿 所以其实香港是非常有钱的 接下来是巴西2600多亿 瑞士2400多亿 埃曼群岛是2200多亿 比利市2190亿 台湾也有2050亿 印度18000多亿 这些是国外持有的 其实国外持有者 正是看到了 占美国的总共国债持有量 是26.6%的 百分点 其他的当然是他国内的 各种资金 或者是基金是持有的 我们现在就看看 他本身呢 他们自己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 联邦的民职人员的退休金 美国美军的退休金 和其他政府的基金 在6月份 其实分别增加了 大约是500亿美元的持有量 过去的12个月 其实增加了大约是1,120亿美元的持有量 去到大约是59,500亿美元 占了22.5的百分点 那就是说 美国发出的国债 有22.5是给美国自己本身的基金 政府基金买回的 大家要明白这件事情 这些政府基金买回自己政府的国债 似乎是没有所谓 就是自己左边的银行 左边的袋子 给右边的袋子 那没问题 但要记住 现在它增加了总共的钱 推了钱出来 而这些钱就在左边的袋子 拿到右边的袋子 买入这些债券 其实将自己本身的价值减少了 而拥有这些社会保障基金 民职人员退休基金 美国人退休基金 这些其实就是拥有这些基金 就是小市民 换句话说 小市民买入大量这些货币 很可能只是可以抵消了 而在这个印银子过程之中 美国其实就更加派多了钱 给一些有钱人 当然 你要有那些债券出来 除了这些基金要买之外 也都可以由他们的银行买 更加重要 就是他们的美联储 就可以买很多 因为美联储可以通过这个手法 买入了美国债券之后 就可以发行美元 其实就是印银子 美联储也都在过去十二个月 增加所谓的他们的债权 就是资产表上面 增加了2.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在这个操作里面 大家要了解 美国整个所谓的旧市的现象 他印银子给一些美国市民 每天派1200美元 这帮小市民现在的情况 没办法不洗了出去 比如是亚马逊 或者是Walmart之类 这些公司收到这一大笔 政府派给市民的钱 因此这些公司 其实转一个手 经过市民 政府就给了一些钱 这些大公司 使到现在 其实拥有这些公司 股份的有钱人 是更加有钱的 但穷人 左手来 右手去 对穷人来说 完全没有帮助 在现在 在美国 有三千多万人失业 但是股市是没有下跌 其实明显 显示到 美国现在的经济体系 是严重地扭曲的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之中 如果有这么多人失业 他的股票市场 是应该是 反映到实际的情况 是要跌的 但是他的股票市场 完全没有跌 因为 现在他们的金融操作 通过不同的手段 将钱 泵了到金融市场 使得金融市场 有大把钱 是撑住 不会跌 而实际上 民生方面 是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个就是 目前美国的金融情况 大家觉得是公平 不公平 那你就自己去想 这个就是一个 纯粹资本主义 情况之下的操作 如果是 变成一个 比较社会主义的操作 其实就应该 将这些有钱人 所赚到的钱 是想办法 收回来 譬如在税务方法 将来收回来 然后通过收回来 派回去给市民 将社会里面的贫富 悬殊 减少 但现在 在这个操作之下 反而 贫富悬殊 是增加了 这个显示到 这个社会的严重问题 循远来说 可不可以这样 当然不行 政府拼命引钱 只会使到 美元的价值下降 当美元价值下降时 自然会引致通胀 引致通胀时 所有物价会上升 受损失的就是 这些小市民所积累的 退休金 这一类的基金 是价值大跌 使到小市民退休时 所有的实际资产 是减少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到底 如果你们 在美国退休 应不应该 把退休金拿出来 转换成一些 有实际价值的资产 你们自己考虑 多谢大家